在关中平原的大地上 有一个直径数百米的圆形大坑 据说这里是中华大地的杜琪岩所在地 围绕它还有很多神秘的传说 我们在还中国西部自驾 在即将到达西安时 图经了一处特别的天坑 大家好 这里是雄鬼机 我家山 我是教练 现在我们来到了陕西城三原县的天井岸村 天井岸顾名思义 这个村子是建在一个天井的岸边 它的旁边 为什么叫天井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旁边 有这样一个大的天坑板 对 算是天坑板 但是它也很神奇 无论下多大的雨 它的底部都不会积水 所以说我们决定过来看一下 关于它有很多种传说 有人说它是曾经唐朝为了修建皇陵而取的土 把这边挖下来 还有一种说法 大家认为这个是一个陨石坑 再有更理气的说法 是有人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大地的渡旗岩 所以也把它叫做天骑渡旗岩的那个旗 大地的中心 对 很神奇 我们现在沿着这个旁边的小路看一下 大地的渡旗岩的那个旗岩手 就是自己的旗岩在那边 没有太多的家人 有没有太多的家人 所以大家回家 也不能吃瘦器 现在下到一半的位置可以看到旁边废弃的窑洞 当地人当时就是住在这样的窑洞里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生活条件慢慢编好 大家就搬到上面去盖房子了 这窑洞我们可以看到它还可以往里走 那边好像也是一个地坑院 在前面还有可以盖房的好地方 只不过现在有很多窑洞因为年纽失去过都已经塌了 还有羊 以前人住的窑洞现在被养了羊 哎呦 这羊还出来了 这羊在尿 他在出来尿尿 我以为是出来迎接我们 一点面子都不给 三只一块出来尿 一个尿完一个尿 里面可能比较凉快点 我为他还喜欢尿 还有一只探着头看我们 哎 他还聪明不在里头尿 在这旁边我们也发现了地坑院 看来人们真的是会因地之谊 因为在当年家庭条件可能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 所以说这个也是算最节省成本的一种建造房屋的方式 这也有 盖口之后只需要加个窗户 就好了 人家都用来养牲口了 往下边走一点 而且下面还挺深的 这个坑呢 它大概是有200多米宽 到底部会缩小 因为两边的山崖 崖体已经有点坍塌了 不过还是很陡 算是一个悬崖吧 可以看到旁边 它底部的直径也有100多米 160米左右 深度呢 大概有30多米 就从空中看的时候 这个圆还挺方正的 对 这个是我们最好奇的 很规整 为什么这个圆如此的规整呢 就是一个接近正圆的状态 下边还有当地的农户 他们种的农作物 这个下面的土壤应该也很肥沃 因为光热和水资源都相对比较充沛 它这边的墙都是用这种土去盖的 远赶思有板 土砖 里面是土砖 套箱管这样 它踏这个库 看样子已经废齐很久了 没有人走地方 这还能哈吗 我这路有点 有点操心呀 倒也不是不能下 哇 它这路好窄啊 只能够一个角走 而且有时候还要攀岩 现在就走到了大路上边 这里可以下去 车是可以下去的 我估计在隐隐隐蔽地 所以修了个这 现在我们已经下到坑底了 这个坑底还是很平淡的 这边呢我们看了一下 应该是刚收完玉米先种的 估计是小麦了 把这已经理好了 这一片地还不小的 我估计应该有个三四十亩地 关于这个天井呢 有很多神奇的说法 我觉得其中有两个是比较可信的 一个呢就是说 曾经唐朝唐德宗准备把他的陵墓修建在这里 然后在这边取土 但是取土取到一半 有一只白鹤从这个坑底飞出去了 飞到了那边有一座山 叫做错峨山的半山腰上 后来施工人员就把这个事情报给皇帝 皇帝咨询了风水大师之后 风水大师说这个白鹤飞走了 就说明这边的风水已经泄了 需要把陵墓修建在那座山上 后来呢唐德宗的丛林就修在了那座山上 然后这边就废弃了下来 这是第一种说法 还有第二种我觉得比较可见的说法就是 这边曾经也是一片平地 但是有一棵陨石砸到了这 对 然后这就有了这样一个比较接近正圆的天坑 而且跟它相关的事情其实也蛮离奇的 因为这个汉长安城它的中心线 往北延伸就是到这个地方 往南延伸就是到紫武域 所以说从这个天井到南边前领的紫武域 一共有74公里 这74公里刚好形成一个直线 直线的中间呢就是汉长安城的中轴线 在南边的前两子武域的域口 那边是有一个玄都潭遗址 然后这个村旁边几百米有一个五地潭遗址 所以说应该是汉朝用于祭天的地方 这个地方它叫做天奇 也就是汉代当时认为这一片是曾经汉朝国之中心 就是汉朝的最中心 现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原点 就在离这个地方不到30公里 所以说如果这个猜测成立的话 那古代的测费技术真的是非常发达了 我们现在准备上去了 刚刚看到那边有一户人家 我们准备过去看一下 跟他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历史地理 通过卫星地图上的数据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 这种神奇的现象大概率不是巧合 因为汉长安城北侧的天井岸 与南侧的玄都潭这条直线上 不仅穿过了汉长安城的南北中轴线 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也位于这条直线上 并且他们都处于108度52分这一精度上 这也让我们对这里产生了更大的好奇 刚才看到人还在这儿 他好像在开门 他现在人不见了 哦 这个锁上了 我估计他刚才从房里头扶来 一会上港里头又有人 哦要不然里头对 对啊 满反不可能 我在一边都一把的把 你帮着你来的羊挺赶紧的 洗的白白的 嗯 又有一只在看我们 刷 感冒了 这次枪不来吧 枪不来 齿操枪不来 看吧看吧 喜欢看你就多看一会儿 我们要走了 小羊 拜拜 在刚才的天坑旁边 我们现在在园上 可以看到远处的观中平原 卧野千里天府之国 最早是称呼观中平原 从天坑走到旁边的天井暗村 我们咨询了当地的一位村民 有关天坑的故事 我排着上去卸 排着上卸人呢 嗯 在这以前又见黄陵还是啥呢 原来原因是什么 全是黄陵也是上了 小这儿的这儿 哇塞 那个河 得是飞到黄陵上 我是过去那老家人的尝试 啊 但是你要过去记载 那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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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以五个为分 哦 对行 好好好谢谢 很好有个牌子 刚才那位大叔告诉我们 在这里有一块牌子 它上面是有记载它的概况 对这个应该是专家去那个啥 不是说民间流传的传说 传说我们毕竟是传说 可能是假的 这个才是现在目前可以得到的 官方的回答 天井好可能是汉代的天祁宫遗址 汉代皇帝祭天之处 天井为汉代确定的中国的中心 当年汉朝认为这里就是整个国家的中心 一曲汉代的大地原点 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地原点 修建崇陵时渠徒所留遗迹 到底是何历史遗存 有待张家进一步考证 这个天坑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个谜 不过可以知道的就是以前 汉代在这祭天 这叫做天祁宫 然后还说有可能是当时 修建皇帝留下来的 走了 我们现在去真正的大地原点看一下 从天井岸村离开后继续驾车30公里 我们来到了中国的大地原点 但是由于这里在装修 所以大门紧闭 于是我们在门口看一看之后 就要继续出发了 我们刚刚呢是到了大地原点 但很可惜那边是闭馆的状态 显得是从7月1号开始就在装修 因为它毕竟也从七八年到现在 几十年的时间了 里面设施成就需要装修一下 然后我们就没有进得去 关于这个大地原点它有什么用处 它主要就是我们国家测绘啊 还有一些建设工程 它需要用到比较精确的一些数值 所以说这个大地原点是这样的一个用处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到1978年这段时间 我们国家一直引用的是 前苏联的这个大地原点 然后以它为基准来做一个坐标系 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误差 红前苏联到北京一万多米的路 它的误差会非常大 所以说在1978年的时候 就建成了大地原点 建这个大地原点呢 它是必须在我们中国大陆 版图的一个比较偏中心的位置 最后呢就选到了 咸阳市京阳县的永乐镇这一块 不仅仅是展西这一带 像上海市那边如果想要建一栋大楼 它需要一个精准的坐标系的话 它就需要以这个大地原点作为一个参考 所以说它的存在呢 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还有社会发展 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不过建的这个大地原点 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 已经停止使用了 现在我们国家使用的这个坐标系呢 是以地球的质量中心为这个原点的 但是从1978年到2008年 这30年间 对我们国家的建设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而且说到这个 我就想到了国家寿石中心 大家知道北京时间是从哪里发出的吗 西安的临童区 那边是有一个国家寿石中心 为什么会最后选择国家寿石中心建在陕西呢 其实和大地原点也是有一起同工之妙的 主要是因为观众平原所处的这片区域呢 也算是我们国家版图的几何中心了 从它到各大城市的距离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 如果把这个国家寿石中心建到新疆 或者建到沿海城市的话 它可能从沿海地区发到新疆的话 这个距离就太远了 其实陕西并不是在东巴区的经线上 最主要的还是地理位置 对陕西的人来说不算是冷知识 但对外省的朋友来说可能算是一个冷知识 北京时间来自于西安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